王毅川的手機訊號說 讓很多民眾懷疑說 自己是不是也被國家監控了 那麼尤其針對 國民黨立委徐曉星爆料說 是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釋放電訊 把數據泄露給民進黨的 這背後到底藏有多少內幕 水多深呢 把現場交給趙赫 決戰關鍵 在國會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手機監控案件 手機監控案件大家想說 跟我沒什麼關係吧 跟你關係可大了 你今天使用手機 沒想到你的資料 竟然被賣得出去 而且還可以掌握到 你到底在什麼地點 你的年齡 你的性別 你的所有東西都被掌握在裡面 難道你不怕嗎 如果你怕的話 這一集你要好好的看 原因是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有三問 第一個是 林宥昌你到底在怕什麼 當你被揭秘說 這一份資料來自於 民進黨中央的時候 你到底是在怕什麼 第二個你主管單位 NCC你到底查了沒 第一次說要查 要有行政報告 到最後徐曉星委員 直接把名字都直接講出來 是釋放電訊 你才說我要繼續查 那你真的查了嗎 第三個難道你不敢講的 是因為你綠油油的產業鏈 要被發現了嗎 釋放電訊是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沒想到一查之後 原來這一塊的產業鏈 綠油產業鏈 是多麼的龐大 而今天的討論來賓 分別是三張 張兆和 張祈凱委員 以及張志倫委員 來 志倫 我們就先問了 林宥昌怎麼樣講 這是一個最有趣的 我們直接幫大家 直接唸了出來 林宥昌的說法是這樣 在第一天關於徐曉星的事情 直接在這個質詢 爆出了釋放電訊之後 大家就去問林宥昌 林宥昌說 很可怕耶 難道徐曉星是在監控 民進黨中央黨部嗎 之後記者追問之後 他還說真的匪夷所思 絕對不會像徐柔說的這樣子 我們以一般人倡理來說 如果你今天被抹黑 你今天被指控 你一定會說沒有這樣事情 你還說徐曉星是在監控 民進黨中央 你是意外地承認 還是意外地說了大白話嗎 首先要幫徐曉星加油 徐曉星加油 繼續查弊案 我覺得這就是此地無銀 三百兩最明顯的證據 一開始被抓到 第一個反應 都是最真實的反應 所以我相信徐曉星委員 這次抓到了 可是我相信他也要必須要 受到民進黨 這鋪天太地的攻擊 可是我們必須要說 政府不應該監控人民 尤其當時這個青鳥活動外面 這個當然他們的政策會執行長 講的這個義憤填膺說 我可以把這個資料去做比對 不管是這個那天的資料跟 上一次的資料跟 小草是完全不同的人 他講得信誓旦旦 那當然我們相信他是有所本 所以那天我跟齊開委員 我們基本上每一個部會都去問了 當時每個部會都神切割 神切割每個部會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林宥昌因為後來 當時林宥昌他也說 我現在他也說不知道 可是他現在當民進黨的祕書長 他敢接球 他敢接球 所以他敢接球的方式就是什麼 他就是說一開始就嚇到 後來就說我不知道 可是我們重點是 因為民進行政單位還是要行政中立 所以中華電信當時他是一開始說 不知道 可是後來被徐曉星委員爆料說 是中華電信的子公司四方電訊 我從來沒有辦法想到 是中華電信原本信誓旦旦說 我們絕對不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絕對不可能去販賣這資料 現在徐曉星是直接講很白 就是四方電訊做 雖然四方電訊說我沒有這樣子做 但這樣真相會越變越明 或是你們會挖到更多東西嗎 所以意思就是說 子弟一無銀三百兩 會不會四方電訊又有改口 到底是誰在某一個時刻 把這個資料洩漏出去 給民進黨的高層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只有繼續追查下去 我相信這也是國外改革 要去追的一個重點之一 為何某一個特殊政黨 可以把人民的資料拿去做監控 拿去做分析 那如果民進黨都用這種方式 剛剛我剛剛也透過 剛剛也跟他講 查雞蛋的問題也是什麼 也是農業部去查的時候 他說沒有辦法查 續產會做的 你又查不到續產會 哈哈哈哈 沒辦法你就沒有資料 那我們現在查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說我沒有做 是我的子公司四方電訊查的 你也不能拐四方電訊 哈哈查不到 難道這樣子全民 就沒辦法知道真相了嗎 志倫你知道嗎 裡面我覺得最吊詭一件事情是 為什麼徐曉信會知道 這麼多的事情 我覺得這就是民意的反撲 民意 民意的反撲 我相信這一定是有吹哨者 我相信曉信不會空穴來風 一定會有所本去講這些事情 因為曉信的個性我們很熟悉 他是敢戰的 不服就直接就是那個字了 對不對 他一定有所本 這個資料會不會是 由民進黨的內部 有些人真的看不下去 因為有些時候 就像美國的水門案 當你踩到人民的紅線 當你去監控人民的時候 我相信人民有自覺的心 人民一定會反撲 這個資料拿去給曉信委員 曉信委員應該是有所本 我認為他是有所本 所以我相信這個案子 我們一定要繼續追下去 不能讓這個全民 就是像這個好像什麼 Big Brothers watching you 不能這樣子去監控人民 這樣人民最基本的隱私權 當被破壞的時候 我相信全台灣 已經沒有任何的公平正義可以 來齊曉哥你怎麼看 我先講個內幕 上不止齊曉信 有很多立委都拿到 吹哨者的這個資料 所以你看看陸陸續續 很多資料都出來了 邵爾一直很擔心說 NCC不查 或者他現在在擠牙膏撥洋蔥 我跟你講真相只有一個 資料是非常多的 巧欣跟國昌 跟我昨天我們談的是什麼 他們先談了一個 5月27號連自己 都講那麼清楚 他不是王毅川一個人 他是民進黨內部在開會 代理秘書長 兩個人秘書長跟王毅川都在 然後王毅川那天 下午就開始去講 我還進一步去查了一個 昨天就有看質詢 我要講一個名字很重要 不是只有這個案子 四方還承包了什麼 105年開始 就承包了蔡英文的 疑情跟分析的這個業務 這都是四方的 你說四方其實之前 早就是綠油的議員了 綠油就你剛才講的 第一個 我現在跟大家知道就是說 民進黨執政之下是8年 他的不只是中華電信 他本身綠油 你看他董事長跟總經理 中高層很多是綠油 他下面有16家子公司 是 包括這個春水堂對不對 包括沈澳 沈澳大家一定很清楚 之前那個營爆的董事長賴建林 對 大家對他是熟悉 他以前是當過這邊的董事長 所以你看 裡面這整個子公司 跟整個中華電信 整個第一個綠油油 這是一個事情 第二個我剛剛跟大家講的是說 事實上崔紹者 已經拿了非常多的資料出來 包括我剛剛跟大家報告的 我們為什麼會知道蔡英文 從105年到後來109年 都是四方幫他做一些什麼 數據的這個分析啊什麼 什麼漁情的這個分析 這當然都是別人給我們這個資料 對 七開委員 所以你剛剛有提到的關鍵 讓我覺得非常是有意思 你說這個吹哨者 不單只是給許曉信 他也給了你 他也給其他人 而且你知道是因為 你跟這幾個人比較醜 或許很多人都已經接到 那一天開會到底發生什麼事 平常不會是找一個人 他們整個這樣就放下去 然後事實上大家也看到 是每個人都去問 像志倫也開始去問了某些 事實上我們會問之前 都是有某些資料的 好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有辦法突破 裡面有一個關鍵的人物 在那剛才講的四方店 當屬店 他的人脈 剛剛講清楚之外 最重要一個人是誰 李承偉 李承偉這是民進黨 以前的一個高層 他被釗放到 中華電信儀這三名 大數據的總結 這個人他 他大家一定知道這個人 在疫情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萬華變成一個破口對不對 那時候賴清德 還有一些民進黨的高層 跟李承偉他們碰面完之後 他們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過萬華阿公店的 他們全部匡列 匡列非常非常多的人 而且透過中華電信的大數據 分析完之後 他們還把這個人 把這些人全部都匡列 這是所謂的監控 委員這個東西 其實那個時候他們有談 他們的說法是什麼 他說這個我們已經關掉了 關掉 有沒有關掉 大家等著看 這是有沒有關掉 第二個事實上我們目前得到的資料 就是說這個人目前的功能還是很強 中華電信還是很強的 我先講剛剛那個例子為什麼嚴重 以前是在疫情期間對不對 所以大家不會去追究 因為有安全問題 他不只是匡列 監控完之後 他還發到各個大醫院去 所以你只要那段時間有進出萬華 不管你是誰 你全部都被監控了 那他後來說雖然是消費了 可是如果從後面吹哨子 拿出來的資料 包括剛剛講的 為什麼王毅川有這個資料 王毅川那天是 他們的新媒體中心的主人的報告 他拿的就是四方的這個資料 四方的資料從哪邊來 當然目前我們的了解 就是從中華電信來 所以第一個你說有沒有關掉 這是一個是要查的 中華電信有關掉 你有沒有重新再開啟 四方的關電信在什麼地方 中華電信做了很多數據之後 他是他保存他數據的一個地方 對 他自己有動手去做 進一步的分析嗎 第二個 他跟中華電信有沒有合作 這兩個都是有疑問的 所以你剛剛講 NCC不去查 可是檢調也要查 前天不是王毅川已經被檢調 掉去 所以檢調也應該要去查這一塊 NCC雖然是擠牙膏 可是像昨天 所有立委都要求他做 他也必須去查清楚 就是說四方這個資料 到底是從哪邊來 所以齊凱哥你的意思是說 你們現在我們看到 只是很表面的東西 他其實跟巴掌一樣 會整個拉出來 整個竄起來 而且我剛剛跟你講的 第一個他的人脈被 綠二這個人脈被突破了 第二個更重要 剛剛跟你講 我連李成為 包括這個吳彥宏 這個董事長的角色 事實上都已經浮現出來了 齊凱哥因為現在 沈博洋他意思是這樣 他把他拋了出來之後 大家一路罵 罵到底之後他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這個叫做假議題 但今天最荒謬的事情是 他竟然就在黑熊學院 開了一個叫做識別課 要收九百塊 所以他心裡是 根本是想要去做這件事情的 對啊 當初設立黑熊學院 不就是要對中國認知作戰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然我剛剛講 他有點好玩 就是說他講第五重 後來有點縮委屈的 可是高峰險情這個事情 到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解釋 而且我提醒大家 高峰險情之外 人數很多之外 他用的是監控這個字眼 而且要國安單位 跟國安部做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我們台灣真的經歷過 白色恐怖 台灣的民主得來不易 這個事情我們要非常非常注意 要沈柏洋講清楚 而且讓每個人是可以親安的 不要什麼高危險情被監控 這對台灣太不好了 好 我們今天挑戰議題 同時也接受你的挑戰 我們在YT會開一個投票區 也希望觀眾朋友給我們一點反饋 讓我們能夠做得越來越好 好 以上最新 主播